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阳烨已经是天元上已经是四连罢了 两次赢了古力 两次赢了周贺喜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且最难得的是 我觉得他连续在中韩的天元战中 凌风对手 强劲的对手崔德汉九段 这点我觉得陈阳烨真的很厉害 很了不起 因为崔德汉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这么一个棋手 在中国的围棋联赛里崔德汉成绩一直特别好 然后陈嘉西呢 陈嘉西实际上本来就有一个绰号叫唱齐飞少年 当年他的成名之作就是05年的时候呢 陈嘉西一路从网络预选打出来 然后一直打到最后的四强 虽然最后在半决赛里输给了孔杰 没有进入决赛 但是那一次的唱齐飞呢 已经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作了 后来在两年前好像还拿过唱齐飞的冠军 对 第七届唱齐飞的冠军 真的很了不起 这两位都是决定的高手 是 而且呢 其实他们两个人啊 说起来呢 还都是在维甲联赛中啊 中信北京队的队友 两个人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是 是 看来就只能看看就是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 谁能更胜一筹了 好 我们来看棋 好 这盘棋第一盘是陈妖烨的黑棋 陈嘉西的白棋 新位 新小木 白棋也是新小木 是 最近中国流看来流行的趋势有所减弱 对 我觉得啊 其实棋友们肯定是 如果你光看中国流的话 也会觉得你作为选手呢 如果你一直下中国流 大家呢 可能对于他的研究过多 也想换换新花样 是 是 是 这个确实什么样的布局 也都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啊 会有变化啊 现在的棋好像又变得 就是现在的开局又变得多元化了啊 这个 这个前五手的对局呢 其实在我印象里 从03年一直到05 06年 好像非常的流行 呃 黑棋这一手棋有手脚的 当然也有直接挂脚的 这个在职业棋手的这个对局和训练中呢 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局面 那么 黑棋挂脚以后 其实白棋的硬法特别的多 白棋呢 当然可以选择从这边加工 这边加工就 各种 三间低加 二间高加 对 这两种加工方法是比较多的 呃 会引发很多复杂的定势 那今天 他没这么下 我们就改天 有这么下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 这里面相关联的定势 他今天下的是这个 对 白棋是脱先了 也小飞挂脚 小飞挂脚 对 这个小飞挂脚谁要我考考你 你有没有印象中是谁率先在正式比赛中走出来的你有印象吗 率先下的这个挂脚 嗯 印象不太深刻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骑行技那么深刻 并没有受到大家的特别好的一个认可 但是有一位骑手我觉得啊 他这个骑风非常的独特 嗯 他对这种布局的认识呢 也跟绝大多数骑手不一样 他就是偏偏很执着的下 而且呢 胜率好像还不错 在这种带领下 慢慢大家也都学了 难道是流星吗 没错 嗯 真的是流星 看来不愧天津的老乡啊 我一 我一说几个特点 你就那个 对啊 因为你讲这个特点 是是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普遍觉得 你看这两个字都在翻线 人说位置太低呢 翻线相会 那个是违反骑礼的 嗯 比如说 飞鞋在里面飞压一下 你看你这个骑马上就爬了跳 你看四个字都在翻线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位置太低了 而且如果提前看成这样的骑 白鞋也未必从这挂脚 很可能走别的啊 哎 那个时候呢 由于有这个理论的存在 大多数骑手就不考虑这个挂脚了 一流手反挂脚就不怎么考虑了 嗯 但是其实真的是 围骑之所以有这种 它独特的魅力啊 还就是要有人去打破这种常规 其实流星就 我看它绿植在下 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那正如您所说啊 这四个字都在三线 我确实也觉得 白鞋不是特别的 是是 很多骑手的第一感 包括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看法 第一感看到这个骑星 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 但是实际上 当飞鞋这两手骑 心情愉快了之后啊 再回过来看眼前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之后呢 也会发现实际上黑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第六手反挂脚 能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黑鞋下什么呢 陈云如果是你下黑鞋你下什么 我下难道是 是继续压还是小坚硬还是挂脚 我准备三选一 对你这三选一应该说 也是 也是只有这三选一了 我们先看鞋 压过来 对我们先看鞋 这个鞋呢 实际上我记得有雨盘欺负 哪年什么比赛下的我也能记不清了 我就记得好像是马晓春九段 跟刘兴下过雨盘这样的欺负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 打了他们两个名字 实际上白鞋可以搬 让我再搬一个 对因为有这个字的话 你这个段是过分的了 这样 本来我准备您连斑的话 冲断 我连斑也可以 连斑也可以 对 连斑也有一下 但其实长一个已经很好 这个压到四线的压得也很舒服 你打湿一下 打湿一下 那要长 对然后这时候白鞋可以定这个 捞空捞得很厉害 然后把这个 如果你要蒸湿的话 他这边还可以考虑引蒸 从哪去挂脚引蒸 那么这个籽呢实际上变得很轻 就是你虽然 比如说我从哪里引蒸 你可能要提掉 我不知道这个引蒸没有 或者从这边挂脚 这边挂脚可能更靠谱一点 对 这样应该引蒸 其实你提掉以后 虽然这个很厚 但是这个子我反而变轻了 以后如果你尖 我可以跳过 如果你挡的话呢 我这个往里飞 也很难杀得掉我 如果真这么下的话呢 白鞋速度很快 而且这边捞到实地 就整体判断下来的话呢 黑鞋并不用势 黑鞋感官上固然很舒服 把对手都压在二三路了 但实际上走着走着 就把这个鞋并延续下去的话呢 这个远远没有心情中提前的那么好 就是黑鞋看上去啊 没有那么好 对 确实看上去一个大后世 然后再加上拔一朵花 对很好 局部来说确实是不错 但是白鞋的速度也很快 周围到处都是白鞋的子了 黑鞋可能将来只能在这边 做一些一方控的这种扩张啊 这个白鞋倒真的不怕 白鞋不怕 白鞋不怕 对 这个鞋好像有过时代 在职业鞋中有过时代 那不是特别出名的鞋手下的 时间太长 我也鞋不太轻了 那您刚才说那个退的变化呢 退其实也可以 退的话呢 你大概就压 它就长 那这样的话呢 黑鞋 黑鞋可能要么尖 要么就从这边挂脚 挂脚大概正常 就像这样下 拆回来 对 那这样的话 黑鞋其实也是一方控 拆这个吧 拆这个 中心点一点啊 拆这个的话 以后白鞋打入 这个很 很有威胁性 主要是 对 主要是看 怎么看这层皮 我觉得它是后视 所以我就想着 拆远一点 但是这边 一般来说拆的中心点 你看你这边是2 这边是1 2 3 4 5 应该3 4搭配 比较合适一点吧 这2和5搭配呢 显得稍微的不够 偏了一点 对 下棋其实讲究一个中 我们知道 吴行元老师 写过一本书 叫中的精神 当然它这个中的含义 有很多 包括中国古典思想里 有一个著名的词 叫做中庸 中不偏不倚的意思 就是下棋呢 在拆边 如果你很难选点的时候 一般选在中心点 都不差 这个是题外话 但这么下棋的话 实际上因为黑漆 毕竟投入了很多实力 这条边 白漆一手去都没有画 两个三路子 就围出了这么一条空 这个应该还是 也可以满意 也可以 很实力 如果黑漆 愿意黑压的话 那么就要承担 付出实力的这种风险 你围这个空 毕竟总是有风险的 整体来说 白漆速度也很快了 白漆去挂脚 做什么 这样的话 也是一局 白漆真的并不差 所以很多漆呢 就是我们会被自己的 第一杆所蒙蔽 很多骑手觉得 这个第一杆不好 感觉不舒服 位置太低 不响了 真正当你这一步 迈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山穷水富和柳暗花绵的 这么一个境界 这往下想了以后 发现事情可能跟你原先想的 并不一样 所以这点我挺佩服流星的 就是大家都认为 不可行的下法 他就去下 他就去探索 尝试 这个点挺让人佩服的 就是大多数人呢 不管是骑手也好 还是作为一个个人 在社会上也好 大多数人都缺乏这种勇气 对 潘洞拉的盒子 大家说不能打开 我们就不会打开 我觉得就像我这种 就是老实说 这样算不好 那我一定不会去尝试 对 所以这点确实挺难做到的 流星挺了不起 这只是其中一个变化 这是其中一个变化 那么黑旗呢 后来你刚才说的一个小尖 是吧 我们看这个选叠 这个小尖的话呢 白旗 这时候注意 白旗可不能轻松的往回拆二了 如果这时候往回拆二 人家再次压过来的话 那不输出了 对 那就和刚才就截然不同了 是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这个位置真的是 这个小尖和这个相交换 这个白旗亏损太多了 黑旗这一手旗 是足足的一手旗价值 现在黑旗如果再压过来的话 白旗这个字 重复了 顶多半手旗的价值 就亏很多了 所以黑旗小尖的时候呢 白旗的正招是什么呢 以小尖一个吗 以比之道 还施比身 这是正常的一个行为 因为如果说 当黑旗挂脚 白旗小尖的时候呢 作为白旗一方来说啊 他并不是担心 什么黑旗在这拆 或者别的 那样能挂到这个脚还不错 他很可能担心的是 黑旗手脚 或者在这种地方拆边 是啊 那时候我觉得 咱特别流行的下法 就是拆这个 或者是大飞手脚 对 这个下法是很多的 所以呢 他先能挂着一下 跟你这个交换以后 再回过来小尖 这个在流行当时的 这种主导思想 看来呢 确实啊 很筋得住推敲的一个思想 白旗便宜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局面下 基本上形成了 箭盒的这么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 黑旗在这边走什么 白旗就可以走什么 黑旗如果拆 白旗这时候再拆回过来 只要跟着对手学就可以了 很舒服 这个 是不是 这叫边高低配合 对 很轻松 然后如果说 黑旗在这个边 他觉得被你拆不舒服 黑旗要加工 黑旗加这个 你也可以加这个 白旗也加工 他这条边的也 形状也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所以在这么一个主导思想的 这么一个基础下 确实黑旗这个肩呢 也给人一种 稍微有点缓的感觉 因为黑旗走完这个以后 白旗只要跟着黑旗学 黑旗就不知道下什么了 那么这样来说 这手棋应该不是特别好的棋 那除此之外 王老师 我还知道一个下法 就是在这边 我先加工一个拧小肩 然后我再拆个二 然后三件低价 这个呢 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这个加工的时候呢 其实是给了白旗一个选择 但白旗选择这个的可能性呢 不是特别的大 对 这样被我一手机就飞住了 因为这个飞住的话呢 还是还不舒服 白旗就必须得爬两下 然后还要再回过头去做活 在这个脚上呢 就显得太凝重了 此处也太多了 对 所以白旗呢 可能还是这个 先出来 那我再拆个二 再拆二 这样的话是正常 这样的话呢 不过实际上 即便白旗在这边 再继续加工的话 黑旗 黑旗当然这时候 可以考虑尖顶 如果我们看成黑旗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图差不多 黑旗可能会尖顶 那么白旗呢 在这种局面下 游的时候就先跳一个 跟你这个做个交换 不让你尖顶 变得那么严重 然后再加工 对 这样的话呢 这盘旗当然也是两分了啊 大家都没有下什么明显的坏旗 但是总感觉呢 黑旗这一手旗的交换啊 有点卖味道 其实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呢 在职业旗手当中 黑旗选择这个加工 再拆二的这种下法呢 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两手旗 作为黑旗来说 实际上它是想保留的 它很期待能够直接加工 然后这边留一个字 将来它很可能想紧逼 这个形状 你既然它贴两下 这边扩张自己的 这么一个间隔啊 很有可能呢 就是将来 如果它上面走得厚了以后 它真的还是有可能 从这边来 还是要 对 要过从天上连上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这两手旗交换呢 有点 卖味道 对 不太想过早的去走 对 确实可以保留一些 更多的变化 就至少是紧加 紧加 紧加其实很严厉的呀 紧加再贴起来 这个很严厉的 所以说这个旗 在职业旗走的 这么一个思维的 这么一个模式中呢 它是不停地在进化的 从这第一手旗 对别人否定的 这个反挂开始呢 针对于这条边上 黑旗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下法 我觉得 不下一两年 大家都在为这个形状 进行探讨 因为这条边上 确实可以选择的 地点太多了 也有人下过这个 这个 这都有人下过 还有人下过这个分头 或者直接紧加 这都有 包括一开始说的 飞压和小尖 很难说 形成某一种定论 就是说 哪个是最好的 这个对于职业吸收来说 也是很难找到 因为围棋确实太复杂了 没有一个 我觉得围棋可能更像于 相当于文理 如果分科的话 围棋可能更偏向于 在布局阶段 可能更偏向文 更偏向文 然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文物第一吗 实际上没有人说 什么样一定是最好的 那偏向到中盘和关子的时候 可能更偏向理 就是那个时候 确实四目一定比三目大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严密的这个计算过程中 寻找到最佳的一手期 寻找到目数价值最大的一手期 所以围棋应该是 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说在开局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下什么 几乎都没有说特别错的 对 就是方向如果正确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 我们看他这时候 只要骑黑旗嘛 在这条边上下 骑方向应该都是差不了的 对 但这盘旗呢 这个黑旗啊 没有选择我们刚才说的 飞压这种分头加工 它是直接是二间高架 这手旗 这手旗在中信北京队 应该有过研究 因为我记得 09年的时候 我跟孔杰啊 陀佳琪 陈阳业 一起在中信北京队 征战过一个赛季 那个赛季 我们成绩还不错 拿了亚军 至少是 非常不错 至少是目前为止 就是北京队 舰队历史上 北甲赛场上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其实那一届 我们特别可惜 那一届 我们比第一名的 杭州队多赢了五盘起 就局分多赢了五盘起 但是大分却少一分 哎呀这个让人 现在想起来都郁闷的不已啊 是 这五盘起没赢到点上 我这个说远了 说远了 我们看齐啊 不好意思 回忆起以前的往事 那么为什么说 中期北京队 可能有一定连绩呢 我记得 当时在第三轮 我们对这个西安队的时候啊 2009年的这个年赛的第三轮 是您现在的东家 对 当时的我们的主将是孔杰 对西安队主将的这个孟太林 孟太林 孟太林 嗯 内盘起呢 下的一模一样 跟现在这个起 可是一模一样 那你们做过研究吗 对于这个起行 嗯 探讨过 就是说话 时间过去有点久 具体研究的一些变化 想不起来了 嗯 当时呢 是 嗯 孔杰的白起 那个孟太林 也是加工的这个 加工的这个 后面的招法 说实话 我对于有点记不太清了 真是 但是隐约有印象 有印象 前面几种起 曾经研究过 前面几种起 肯定是这么下的 嗯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们在一起研究的 嗯 黑骑 走这个不出 不出意料 所以陈阳业 这个也是 在布局阶段嘛 因为很难 这两位起手啊 都不是那种 死气沉沉 下布局的起手 他们都是很活泼的 思维方式啊 没有说 嗯 这个人肯定下这个布局 想的不用想的 肯定下这个布局 针对性的研究就完了 我觉得他们俩的布局呢 更像是一场遭遇展 就是准备起来 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当陈阳业 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很可能本能呢 他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嘛 在这种地方思考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你想个半小时 想破脑袋 你也想不出 后面对手会吓什么 是吧 所以他可能本能 也就会选择 自己比较熟悉的下法 人之常见 对 其实您刚才说 不太好准备啊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他们朝夕相处 天天呢 就像是维甲联赛啊 他们会一起征战 然后之后呢 您还说 你们会一块复盘研究 所以说是不用刻意研究 确实不用 因为太了解了 对 其实呢 其实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很奇怪 太了解呢 有的时候反而等于不了解 这个我不知道 怎么用语言去形容 就是 嗯 很难说 很难说 知者不言 这个很难说 大家议会 对 反而就是 整天朝夕相处 看对手下的棋 但他们俩之间 交手的时机反而少了 对 真的 在一个队 可能一年两年 也不见得能够碰到一起 是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真的交手次数啊 不多 只是在今年的大成酒杯 曾经就是遭遇过一次 当时呢 是陈妖夜淘汰了 陀佳西 因为他们是一个队 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队 那么每年的主将战上 我相信在主将的这个赛制上 他们一年下两盘棋 都是很有可能的 是 现在他们几年下不了一盘棋 很正常 嗯 这个看别人下棋 和你直接跟这个人下棋 那是两个概念 完全全权的两个概念 啊 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你跟这个人摆棋 摆了几次 你绝对他了解 那个真是谬 大谬 啊 还得是交手 要交手 才能是更深入的了解 对 而且要被大赛中交手 日常的这种训练快棋下的那不一样 嗯 好 说远了 我们看棋 好呢 看看棋呢 他现在大跳 嗯 大跳呢 很显然要争先手 就是要争先手 对 他就想 黑棋跟着用一个人 然后他在加工是吗 嗯 黑棋这个棋的硬法呢 有学问 一般来说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学棋啊 就是白棋大跳的时候 黑棋只有一种下法 以同性应对 对 黑棋就是这个 我记得 如果说电视机前 现在有一些 可能三十岁以上的棋友啊 应该都跟我有这种 同样的经历 有同感 嗯 这个当白棋大跳的时候呢 黑棋这个大跳 似乎是教科书上 金科玉律的一个手棋 断然没有其他的下法 嗯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展中啊 这个棋的下法越来越多 对 黑棋 之后呢 有个小跳的 有小跳 嗯 然后这个靠呢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人多下啊 但是也有下的 也有下的 嗯 然后白棋搬 白棋搬 黑棋退 然后再跳 然后再跳 然后再跳这个 对 这样的下法呢 有的时候 如果黑棋断的话呢 如果黑棋断的话 这个形状 黑棋并不便宜 大家 到这个大家有概念 白棋加一个 这个形状 黑棋并不便宜 但是黑棋有的时候 可以下这个棋 很凶 就是 当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可以硬打下来 这个棋 我 我在我的 围棋的这个 下过的棋顶啊 我曾经有两盘 下过两盘的棋 一盘是黑 一盘是白 嗯 这个 这个挡的其实挺凶狠的 如果你接上的话 它在从这边跳出去 或者飞出去 这也挺厉害的 就等于逼着白棋 做了一个这个交换 然后这个头还是出来了 但是这个属于去向 属于去向 整体来说 白棋加工过来呢 还是还早 一场混战 那现在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它实战的下法呢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 都不沾边 又是一个 这几年 这几年职业棋手中 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变化啊 就是尖顶 那这个是他们 中信北京队的独门绝学吗 也谈不上 确实很多人下 大家都会下吗 对 但是 很多人在下 我记得这个尖顶呢 欧阅卡工里 谁先发明呢 你知道吗 不记得 您还得再透露一点 我来猜 这其实谁先发明呢 就这一点呢 太大了 这个话题太大了 确实不好说 但是我印象中记得 在正式比赛中 先下出来的 应该是鼓励就了 哦 鼓励 至于他是不是受到谁的启发 在这个 比如说训练时期 也受到谁的启发 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 在中国企业的三楼训练师里 有才能的棋手太多了 经常没准鼓励 看到哪两个小棋手 下过一盘棋 下过这个形状 受到启发 他记下来 然后他现在大赛中用到 可能媒体很多就会写啊 这个棋子 谁谁谁先下出来的 但是 不一定是他的创作 原创不一定 那这个尖顶的意思 其实 他主要就是希望白棋长 那就跟着长一个 这样的话呢 作为次序长来说 黑棋没有不满了 但是他多交换了一个 尖和长的交换之后呢 他就失去了这些 什么靠啊 之类的变化 但是本身 如果你直接走的话 你以后尖顶 尖顶不到的 那人家会吓什么呢 对 白棋会反刺 白棋会反刺 刺完了再扳 对 白棋不会在这简简单单的长 落一个后手 那么这样的话呢 黑棋虽然 形状很厚实 但是黑棋是后手 黑棋是后手 也就是说 白棋断然不会在这里 再走一手气 这个尖顶的意图就在一次 黑棋一定是要从里边出头的 这边如果出头 让白棋跳起来 那完全无法可想象的一件事啊 断然不可想象的一件事 所以在出头之前呢 他希望把你 因为你如果直接跳的话 将来你坚顶不到 白棋有可能拖了虎 在这边寻求整形 这是很有可能的一种下法 黑棋如果能够坚顶到 再跳出来的话呢 等于在破坏白棋眼位的同时 还让白棋刚才那个拖了虎 整形的这种可能性 荡然无存 其实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在局部来说啊 我觉得白棋是不太接受的 就是黑棋坚顶的时候 白棋其实应该想想办法 这个单肠呢 让黑棋太满意了 不太舒服 那有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腥微挤一个有可能吗 腥微挤倒不太可能 腥微挤它就能打得接着 也不是很重要 我是见着什么形状 经常会有的时候 会有这个项 好像 有 我也要回忆一下 确实 在什么情况下 对跟着盘棋没关系 等会我回忆起来 咱们再说啊 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肩顶的时候 白棋可以考虑肩这个 我肩这个 就是总之不要在这里走棋 这首因为 不管你将来怎么走 如果你还是跳 你还是跳 我这个肩肩上 总是有先手位了 那我可能就跳大一点了吧 对你 你跳大一点 其实我这个肩胡了打 也是先手 我这首棋可以 直接走到这来了 如果你从这边出头的话 我可以走到这来 那这个肩顶 是不是便宜 就要重新考量了 就要重新判断 起码不像刚才 我这多了一个子 这边又出不来 不知道为什么 但陀佳西的这个围棋观啊 很有趣 就是他跟我们的这个判断啊 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 他偏偏就接受 我们觉得觉得挺好的 他觉得不能接受 他以为你觉得不满意 这个时候很多 这个时候很多 就是 我的对围棋的理解是这样啊 凡是能够挑战常规 并且能够 还能把棋下得很好 成绩很好的棋手 我都很佩服 像刘星 像陀佳西这样的棋手 我都非常的佩服 因为他们脑子里的这种思考的这个世界啊 是我到不了的地方 确实 我无法去揣测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像这种棋 很多职业棋手 其实都认为 尖顶的时候 如果就这么一尝 就被别人便宜了 对 黑棋达到目的了呀 黑棋的愿望不就是这样吗 黑棋就是希望 这个尖顶的时候 以后 哪怕我是先跳的 以后我尖顶也是希望你尝的 但是当然白棋就不尝了 实在 先尖顶尝 再跳成这样 等于黑棋完成了他的想法 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他的想法 那这棋别无所求啊 对于黑棋来说 黑棋满意 虽然白棋就不满意 白棋不满意吗 那就要寻求一些 对 就要改变一下下法 这个尖其实还可以 尖 如果黑棋从里面拆的话 白棋可以跳下去了 这一旦被白棋跳下去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对 我觉得黑棋可能出头 总是要出头了吧 总是要出头 那么白棋其实就这么下也很好 我觉得 如果真就这么下的话 黑棋不见得便宜了 拆出来 黑棋不就这十二母棋吗 嗯 这边头被白棋从那出来 这个黑棋很难说便宜 如果像这样 我觉得黑棋这个尖 不见得是成功了 但是至于黑棋怎么对付这个尖 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新的思路 可能会尖这个 尖的话白棋再尖这个 这个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你大概就只有飞了 呼一下 呼一下 结他有力的话 冲的加还是很厉害 但这个 这个棋型白棋也完整了呀 白棋 白棋很舒服 是吧 嗯 再加工在这种位置 这个 很难说 或许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下法 对 我刚才说过了 值得参考 这个东西可能 反而不在陀佳希的思考范围之内 他也可能历尽沧海 觉得回过头来 还是尝一个就最好 就算了 那在你印象中 你跟陀佳希和陈耀业当过一年的队友啊 那你去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棋风 嗯 棋风 陈耀业的棋风 相对来说好评价 就是 对实际的这种掌控啊 非常强 应该说 换个词就是说 他很喜欢实际 但是对全局的均衡性的这个掌控呢 也非常的强 陀佳希的棋风不是很好评价 我觉得 有一次 09年 下半年的第一场比赛 陀佳希 赢了 赢了一位棋手之后呢 我们当时的领队啊 嗯 谭言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 虽然很 什么很大白话 但是我觉得特别符合 就是 嗯 他说哎呀 陀佳这个棋啊 嗯 真的看不懂 反正倒尸了倒尸了倒尸到最后他就赢了 呵呵 这是那个当时 嗯 很有趣 谭老很有趣的一个评价 那挺神的啊 就是 倒尸倒尸就能赢了 就是 就是反正啊 一开始的棋总是很乱 到最后归着归着 走着走着 别人空就不够了 或者说他就把别人吃了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一定要归纳一下的话 就是实际上 陀佳西的力量非常大 他下了一些 让你觉得看不太懂 或者不理解的棋 但最后总是能把他给拉回正轨 因为你赢棋 到最后总是要靠目准 对啊 他总是能够把棋拉回正轨 就说明 他对全局的掌控性确实很强 而且这种掌控呢 是以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的 一定要很强大 否则的话你下一些有去向的棋 你最后拉不回来了 那也不行 怪不得你管他叫驼老 反正他们俩都很厉害 我是下不过他们 肯定下不过他们 谦虚了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棋 他们之间的对局确实太少了 我想这盘鞋一定会很精彩 然后接下来呢 白鞋是靠下来的 嗯 这个靠呢 这两手棋其实也是准得难名 还交换了两手 交换然后把黑鞋的脚弄得很厚 但是我觉得把黑鞋的整体 都给压到二路上去 是不是还是能满意啊 对 但是本来的话 如果将来 如果将来能从里面逼的话 这个地方有点 如果这里有紫的话 将来这个地方有点 点完了以后 可以让黑鞋 搜刮一下 让黑鞋更难受 对 所以说这个靠呢 确实从心情上来说 把黑鞋压低了 还感觉还不错 但是黑鞋也变得很厚 黑鞋没有任何毛病了 嗯 我觉得他靠了顶的 这两手棋的交换呢 真正的目的 倒还不在于把对手压低 他可能是讨厌以后 被别人点一下 哦 现在他整形了 对 所以他 以后如果你点的话嘛 以后你点 白鞋这个几是绝对牵手 对吧 这个就 你就另外不太好一次点了 以后白鞋搬了打吃 基本上也是能走到的 那黑鞋 在这个局部的交换之后呢 让白鞋变得更厚 这也是白鞋心甘情愿 就是卖掉一些味道的一个 主要的指导思想 应该是这样 对 一般来讲 直接骑手下棋 是不会轻易的 这个 就吃亏的 是啊 嗯 下一手 下一手呢 有点意思 小剑 小剑那个 对 陈妍我觉得啊 我特别想问问你 如果是你下的话 你会下在这吗 我肯定 我不下这 我一般会选择 第一杆 加工一个怎么样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杆 我大胆揣测啊 以我们两个的 知府度 起我们之心啊 我觉得 有大多数人 可能会跟我们想的一样 嗯 因为这两手棋交换之后呢 这几个子相对来说 已经变厚 已经变厚 其实这两个是有点消损的啊 变厚了之后呢 这棋难道不想加工啊 对啊 我想加工 先让它跳一个再说 对啊 一个加工 逼着你往天上跳 然后 我好像在长 对 白旗长 或者中央随便走 嗯 走个什么子 这个就这样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路 一个轨迹啊 嗯 但是这棋 真的是绝了 真的是绝了 要不然怎么说 我挺佩服他们的 这个棋 它就尖一个 然后让白旗 对 让它拆 轻轻松松的拆在这 这个尖 我觉得 当然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 跟这个长有点相像 就是还是我一开始说的 就是 我们往往觉得 不能接受的东西啊 陀佳西 陀老师 他非常能接受 这是为什么呢 很乐呵 很乐呵的就接受了啊 很开心的就走这个棋了 一点底趟都不做 这个棋 为什么不加工呢 这是为什么呢 真的是想想问问他啊 你问他其实也很难问出来 就是你想要的答案 他会说 哎呀 这间一个也是一手棋嘛 他可能会这样告诉你 嗯 但他大脑经常在想些什么啊 这是已经交换完了这几手棋 又不去加工 让别人这么一拆二 这黑器一拆二 一个子变成两个子 生根了就快了 对 这样是肯定 弓不动它了 如果一个子 我加到这儿的话 它是没根的嘛 我可以弓它嗯 现在基本上摆着一个这样的拆 我又不可能去在这儿逼了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 这个就不弓了 不可解 到现在您也没明白 我不明白 我的境界有问题 嗯 我的 理解不了 可能理解了的话 我就在这儿下了 嗯 那总之呢 这个我觉得啊 其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学 嗯 就是你 你原来是什么风格啊 你还是按照什么风格去下 对 你别觉得陀老师这个风格特别厉害 你就去跟他学啊 这其没有一定的功力 学 那很有可能 东师校评 嗯 对 我这种我肯定不敢学 嗯 我觉得你可以学 我 我不学 为什么呢 这个加工有点复杂 这个建一个比较稳钱 嗯 好 那您看我就不像是能战斗的棋风吗 嗯 反正跟他们下 不战斗 少输一点 哈哈 对 我有机会跟他们下也不错 嗯 尝那个 那这手棋长还是很大 那长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个棋型并不正 以后被别人点方这个不是很舒服 但这个棋呢 现在再长啊 当然价值还是很大 但是总感觉由于黑棋已经率先安定了 这时候的白棋呢 有一点啊 忙活自个的这么一个感觉啊 没有拉着黑棋一起去往上逃跑 这棋不舒服 难道是陀老觉得这两手棋交换不便宜是吗 会不会吧 那就不理解了 好吧 总便宜啊 这一手拆编木术 和人家在空中跳一个 嗯 没木 而且依然姑奇 那我觉得不能不便宜吧 我觉得可以发一个 有奖争达 就是棋友们呢 把自己对这个 这手棋的理解 嗯 这个跟贴到 发帖子出来 或者跟贴到我们的微博上啊 对 或者是跟我们天元品 频道的编导联系 对对对 设立一个游戏 现在信息时代 现在信息时代啊 对我们可以揣测一下 我们揣测的最靠谱的呢 最后通过我们骑手的渠道 我们去问一下拓家琪老师 看看他是 确实是不是 你的想法跟他的比较接近 那奖品 奖品让陀老 对 让陀老出 让陀老签把名 签个名的善子 这个可以考虑 对 给长军飞冠军的这个签名 对 他如果拿了冠军 我觉得你跟他说的肯定能同意 他第七届已经是冠军了 已经是冠军了 那这一届输了 也估计够强 好 好 继续看齐 大家是对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确实可以揣测一下 可以揣测 可以揣测 就是我想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呢 就我们两个现在在揣测的这些道理呢 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我们是以长情而度之 就是陈老师 陈阳老师下午是这样的 我这么下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棋手 可能第一感也是在这加工 那为什么陀老偏偏就不下 而且他不是这一盘棋这样走 他这个经常会出现 跟大家的思维模式背道而驰的 这么一个景象 但是偏偏最后他老是能赢 对 成绩特别好 那个老赢棋等级分又那么高 冠军又那么多 这确实厉害 不承认不行 了不起 所以能跟他想的一样就更好了 不过现在我能跟王老师想的一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 跟陀老师想的一样 虽然好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赢棋 我按照他的下法下 我估计一盘棋我也赢不了 再飞一个再飞 这个是比较正常 然后再进脚 拆个二 常见 走得差不多了 再来黑棋 这棋 算了 我们直接宣布结果吧 这个棋点这个呢 确实很想下的一手棋 实际上呢 当我看棋 看到黑棋点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有一种浓浓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棋 白棋的布局 怎么也不能算是成功 虽然我现在 说白了啊 说白了 这棋如果不是陀佳棋在下的话呢 我肯定要批评一下 我觉得这首棋跟这首棋都有问题 都不太好 但是这么多年 讲头老的棋 讲了也很多了 就是反正老实能赢 我也没有什么信心 去批评他这个棋 因为他也不可能 就我知道的这些东西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呢 他肯定是明明知道 偏偏不这么下的 所以也没什么批评的意义 但是呢 由于这几张手棋 还是有点剑走偏锋 不是按常规来的 黑棋呢 都是唐唐正正正的 下棋啊 当黑棋点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觉得白棋这块棋 有被攻的规险 由于其他地方 白棋并没有什么 值得书写的收获 比如说这条边 像是就这么回事 正常的 也就这两个子 还是一个有效的 这么一个子力 在实际上 和在外市上 黑棋并不落下风 现在黑棋能够腾出手来 抢先进攻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攻的黑棋 攻的白棋很难过啊 这个一点 对 总体上来讲 觉得应该黑棋布局满意 嗯 应该是挺满意的 点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好 白棋从这儿出头 从这儿出头呢 应该说也是当然的一手棋 如果要是这个头不出 比如说从这边走 让黑棋在这边走 让黑棋从这边封住了 以后不好出头了 白棋如果还要被迫 从这边去 走很难看的 这个鱼形啊 要单关连回来 那太难受了 太痛苦 这棋可能就下完了 他现在从这边出头呢 毕竟还多少能够威胁一下 黑棋底下的这两个子 方向正确 但是由于我觉得黑棋这两边都挺宽松的 所以好像不怕吧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这个尖是好起 这个尖呢 以静带动 他想去补强 自己这边 还是瞄着这边 都有 可是我这个棋是牵手啊 就应该没得瞄 他搬了一下 这个搬了打吃呢 确实是牵手 这个地方呢 弱点不明显 但是这手棋呢 以静带动 后发之人 积蓄力量的一手棋 先看看你白棋怎么出招 煎完了之后呢 白棋在底下的眼泪 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是吧 黑棋呢 这个两个子变成三个子嘛 在这个地方厚了很多 同时这个 多少是有一些价值的 将来这个搭 这是有可能的 你搬的话 它再连搬 你搬的话 横顶啊 什么这种是有弱点 就算不直接走以后 小小的跳一个 白棋很难受 对白棋要补 对 这个形状 因为毕竟是大跳嘛 比较薄 不像小跳那么厚 所以这个尖呢 虽然眼下可能这些手段 不着急使出来 但是这个尖 足足的有一手棋价值 对 瞄着白棋 对 拳头已经缩回来了 剑已经搭在工厂了 什么时候出去 要开始机了 所以说 感觉黑棋这两手棋 掉的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这个尖 本身实控价值也很大 现在白棋 在边逼住 总感觉 我这个 距离 逼这个我也没太看 怎么办 这个那边确实很大 他可能觉得 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可能会走 黑棋走的话 这两个地方 就是 就相当于 两个翅膀都伸开了 这两个子 伸了两个翅膀出来的话 这个感觉 确实很舒服 而且这个子呢 对这边的 小肩是有危险的 下一手再飞进来 你不是就 有可能不活了吗 对 这个眼型 白棋开始担心了 是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下一手棋 价值确实很大 但是啊 你看 这个白棋的 这个形状 我觉得有点痛苦 如果能把这个 缩回来一下 这样 我觉得还行 这下的 这有点太窄了 我觉得这两个子 放在那里 更好一点 不能这么假设 陈颖不能这么假设 这个棋已经放在棋盘了 这个围棋不是像棋 是不能移动的 不能这么假设 对 我们常说 但是啊 我看到这个形状 就是说这样的时候 我不肯下这个 我只是想说 我们那个 对 如果是他后退一路 我肯下 不肯归不肯 但还是最大 还是得下 还是要下 对 人生中哪那么多 让你高兴的事啊 都是各种桥都搭好了 你去走那 如果你这两个子 是在这儿的话 人家当初直接一首席 就逼过来了 因为这个历史和生活 都是不能假设的 只是我们 作为一个围棋选手来说 如果你想赢这一盘棋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就可以 就是挖掘到当前价值 最大的一点 如果你每一步棋 都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你天下无敌 你一盘棋也不会输 实际上你赢一盘棋的话 你不需要每一步棋 都做到这一点 你找到关键的那时刻 不犯严重的错误 你不一定非要下一百分的棋 但是你只要不下二十分的棋 就可以 是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当下这个局面 确实是比较重要 所以你心情不舒服 觉得有点重复 但是并不能够否认 这手棋的价值 还是最大的 围棋呢 就是这样 你下好每一盘棋 下这手棋的时候 争取让你前面的子力呢 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发挥 效率都很高 那么你这手棋 一定是好棋 当然我们现在感觉上 好像陈老师 今天觉得不舒服 就觉得这个地方 效率可能不是特别高 觉得不舒服 那也没办法 有的时候确实不可能 都等你摆好了架子 什么的 那个菜都端上桌子 人家请你来吃 那不可能的 你得自己去 慢慢的捣吃 你得去准备 得跟同家鸡血 捣吃捣吃 但是这手棋呢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手棋 可能走在这儿比较好 高位啊 高预度比较好 这个小飞呢 虽然方向是弹同的 但是从力度上来说 我觉得单跳可能好一点 区别在哪呢 我小肩 我不一定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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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手棋的交换 应该我已经有所得了 将来你就算往里爬 或者往里飞 应该我也已经有所得了 我可以考虑去 这边先走走棋 我认为这个高位在这儿的话呢 对将来上面的作战 比如说以后将来 很容易就可以把你封进去 靠了几亿连班 就可以把你封进去 对 总之不一定挡 我想开了 我要确实没什么事干 我再回来挡 我也没什么亏的 但如果你不走的话 我将来直接可以脱退 或者甚至于直接点入我 然后把飞骑的这个眼型 变得更小 对 我觉得跳在这儿 应该 应该可以考虑 不会比它小飞坐 那不管怎么说 这地方还是很大吧 确实是还是要走棋的地方 肩顶 嗯 肩顶这只有长 这个长 然后再扳一下 挡住 这扳就是防这边的点 防那边的点 对 下穿这样的话呢 从这个点开始呢 黑棋还是有收获 黑棋还是有收获的 这身已经活了 这身已经活了 然后白棋这边的效率呢 确实如陈寅所说啊 我刚才说不是很高 虽然价值很大 但是不是很高 白棋在这儿握了个后手之后呢 黑棋还是 还是可以 去免 对啊 他再把这个拆回来 让这个后发挥不了作用 这个拆我有看法 嗯 这个拆不是必然的一手吗 嗯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必然的一手 当我 尤其看到这个拆完了以后呢 尤其看到这个拆完了以后呢 黑棋 白棋就这么简单 尖一个 让黑棋这么围住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 从布局的进程来看啊 黑棋真的是顺风蛮多 黑棋很愉快 对啊 空也很多啊 这个地方的形状也很饱满 嗯 到处的效率都很高 然后白棋还有一对不活的棋 这边的效率也是有点重复 但是这个棋走一走之后啊 我发现真的很难讲 就是 为什么 刚白棋 在针个先手 白棋走到这的时候 这棋还是很难讲 黑棋并没有说 像想象中那么好 哎 为什么呢 那您觉得就是这手棋的问题吗 对 我觉得只能倒推了 嗯 因为在这手棋之前 我没有发现 黑棋有任何一手棋是不好的 嗯 所以这只能倒推 我觉得这手棋呢 大虽然大 但是不是极锁 极锁 不是极锁 那我们大家一块来看看 这极锁在哪 嗯 因为我看到这个棋行 我想啊 这边白棋变厚了 那我自然就要处理这边 不然被白棋加工过来 对 那我这个子 面对着后势 我肯定动不了 对 有点苦 但是这个子其实还是很轻 现在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 积极 跟这边吗 我觉得后来白棋飞到这的时候 白棋的布局真的不算落后 那黑棋呢 我再倒推了一下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固然是很大 很大 但是那个只是大长 那不是极锁 这极锁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黑棋应该飞这个 黑棋这个飞 实际上本身在这个地方 得到的这个地域上的控制啊 就是实力上并不做 并不小 或者可能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 最多了 但是这手棋对双方厚薄的影响太大了 你看你这个地方如果加工啊 你加工来这的话呢 你是吃不掉人家的 对 那我可以 人家往里飞 很容易就活 如果想加弄一点 你就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就算拆盖 你可能也就尖顶 以后上面震一震 就这个地方 对于墓树来说呢 收获小是不小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这个地方 由于黑棋几边两个子呢 几个子都很轻 所以现在黑棋 我走这个的话 你有没有勇气拖先 其实还是一回事呢 你现在会真的不理我 气盒去加工我那个吗 我表示怀疑这个棋 真的让我待下吗 让我待下 其实我就算把你这个断吃了 确实也很大 确实白棋可能不一定敢脱先 不一定敢脱先 你在这个地方表态的话呢 白棋只要在这走棋 很难免要走单关 你说你 你如果要防守的话 你哪步棋呢 不是走单关的防守呢 你这个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黑棋最欢迎的 黑棋只要轻轻的一退 下一手电话你还得补 对啊 怎么补呢 大概这样 这样的话 黑棋也不用说什么追 黑棋就简单的 往上跳一个就行 这底下的路已经被封死了 白棋如果就这么逃跑的话 这几手棋的交换 黑棋已经不知道便宜多少了 黑棋这边已经控制了一定的地域 而且整体的白棋呢 现在连一只眼都没有 现在黑棋再回头去拆 那这个棋 白棋的布局真的失败了 如果像这样的话 真的失败 这是黑棋最欢迎的下方 对 这个也走到了 确实 但是黑棋飞的时候 我觉得白棋不能这么老实的 白棋不能这么老实 对 所以来 我们就是帮白棋先上办法 但白棋现在这个 马上加工会吗 应该也有风险吧 应该也有风险 我现在就在把你这个断吃了 也很大 对 这木树挺大的 在这棋我觉得 这个地方 黑棋这棋应该是有疑问 这个太大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没发现 后来我也是觉得 从白棋走到这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棋黑棋 好像怎么不好啊 对啊 怎么觉得白棋到处的棋 都是有点缓 然后值得商榷的棋 白棋下了好几步 黑棋没下坏棋 为什么走一走的话 黑棋看不到优势的迹象呢 我觉得可能这手棋有点缓 错过了最好的这个 把局面拉开差距的一个时机 应该抢先攻这个 其实走这个好 还是走这个好呢 这倒是可以商榷 走这个其实也可以考虑 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个地方 白棋想补断是很难的 很艰难的一个补断的方法 这个就正常一点 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在布局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分岔口 你会选择是这个A方向好 还是B方向好呢 这个对于棋手来说 那是需要大智慧去辨别的 尤其像一些 比较对后面的局势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刻 但这个棋呢 我觉得下到现在啊 我分析陈阳叶当时的心理状态啊 陈阳叶这个 这个点方 从这个肩开始 到这个肩顶的班这个差 应该一系列都是在陈阳叶的 这个很心情愉快的状态下下出来了 对 他或许就没有动什么太多的脑子 他觉得这样已经很满意了 嗯 因为从常规来看 确实白棋这几手棋下的都是很普通 对 好像没有给黑棋造成一些麻烦 嗯 所以呢 这手棋我觉得 如果要批评的话呢 其实可能是有点随手 有点随手 可能忽略了那边的大场 对 就是那边的棋锁 这边是大场 对 这时候应该抓住棋锁 抓住这个机会呢 去梦攻一段 啊 实战呢 这地方下的还是 太太简单了一点 很可惜 那白棋 对 白棋就简单尖了一下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从这手尖可以看出来 白棋对局势感觉也是不错的 因为像这个局面 黑棋能够能够围到这儿 黑棋还是很舒服的 对 这样连上 很舒服的 嗯 白棋在飞 然后白棋飞在这儿 对 从那个尖开始 白棋就是已经垫上这个飞了 飞到这儿之后呢 黑棋已经不太容易攻到这个白棋了 黑棋这个段就变得不是很现实了 这个段就不是很现实 同时这个子又不能死 你说你现在要拆个一 白棋再加一道 把你这个子吃了的话 那白棋中间反而变成后势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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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方的这个子就这么 第一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边收着空 一边去围着空 一边让对方单独的逃跑 自己没有任何的负担 想攻的时候就攻他两下 不想攻的时候 我们随时就回手受控了 对 这样的话 这个进攻 那下的是多么愉快的一个步调 所以 当白棋飞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棋 黑棋反而有点为难了 如果说白棋前面的游击手棋 是值得商榷的啊 比如说这个肠 这个肩或者什么 他犯如果说如果说是错误的话呢 顶多扣0.5分 小问题 小问题 这手棋我觉得至少要扣到1分到2分 一下前面全都折回来了 对 看似必然的一手棋啊 他就很快的 就很愉快的就下了 我觉得他肩顶了 搬完之后 再拆 这都是他连贯的思路 他就没有想过要往那边走 因为这个肩顶的搬的确实有点俗 他可能觉得俗一下以后 能走回来这个也还满意 但是确实这个地方没有去抓紧时间去进攻一下白棋 有点可惜 非常的可惜 我们看看实弹 他会去靠一个 靠很损啊 这个靠你 你等于从天上交换一手 然后人家尝过来 这边几个子变薄的同时呢 石柜也有损失 但是他不这么像的话 他威胁不到白棋 这个也挺痛苦 对啊 他又不肯敲人一举就死了 那不死他就得逃啊 然后再跳出来 当然呢 不可否认的是 就是黑棋 在逃这几个子呢 确实对白棋 还是有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由于黑棋周围的这几个地方呢 也没有厚到那个程度 所以白棋现在就 大踏步的 那么跳出 黑棋未来 想怎么去威胁白棋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黑棋像这种地方啊 跟棋友们 还是要额外的打个招呼 像这种地方 黑棋是不肯轻易断上去的 这个断呢 一定是要有绝对的把握 就是一拳可以击倒对方 才可以去断 这个断呢 本身投入一手棋 又是单关 如果要是拿不住 白棋外面的任何一边啊 这种投入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他不肯去断 可是这个时候不肯去断 确实又不知道下什么了 中央自补又不太肯 啊 又不太肯 只有压这个 压这个 这个压也很损 压损 不停地在损这边 中央都是在走单关 嗯 这时候程言 有没有觉得黑棋的步调 好像变得有点混乱起来了啊 不是那么清晰了 就感觉吧 嗯 感觉 是不是感觉有点累啊 对 就感觉这个方向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说这个棋就是 我们也要倒退 很多很多时候下棋呢 就是要后悔 人生最难得有这种后悔的 后悔要卖啊 对 有时候下棋复盘的时候 就说哎呀 这棋 其实挺简单的一点 但是经常是等对方的棋 得落到棋盘上之后呢 才发现啊 原来我出问题了 嗯 所谓能做到先知先觉的人呢 还是少数 下棋也是一样 像现在这棋 步调有点乱 白棋跳 很愉快 白棋跳 黑棋这棋确实 这时候很难选择方向 很难选择方向 其实挺想走上面的 但是这棋被先手挡一下 底下的目数损失也很大 嗯 黑棋这个爬呢 以陈阳叶的棋风来说 还是要追求这一下呢 对 好像必然要下 就爬 但是这个爬跟这个虎交换也 从大局的角度来说 这个虎也很厉害 这时候对于白棋来说 有点舒服咯 有点舒服 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愉快 局部的愉快 但是再怎么得力 也都是局部的得力 现在走着走着 其实黑棋中央那四个子呢 已经开始有点变薄了 不像是黑棋能够威胁白棋的样子 这棋就是这样 由于白棋战了战略上最大的一个要点 这是一盘棋的最主要的矛盾 当白棋先站到这儿以后 黑棋再想跟白棋争夺这个战斗的主动权啊 慢了一步 那就太难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天王山 天王山指的是双方在模样 就是开始布局的时候呢 形势嚣张的要点上 这个叫天王山 但实际上在作战的时候呢 也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谁抢到这个要点 谁抢到作战的时候的这个天王山 老王比布局的时候那个还厉害 然后黑棋现在跳出来 确实已经感觉 黑棋已经攻不着白棋了 白棋这两边已经都出头了 所以这个断点 那个一辈子不会补 白棋一辈子不会补 现在主要黑棋感觉防守的这儿狼狈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这个蛙还是好奇 这个蛙下得真好 这个蛙就是紧紧的咬住了黑棋 我觉得陀嘉西呢 这时候啊 其实有点进入到白棋的步调了 陀嘉西的强项呢 其实也就是在这里 他呢 他其实一旦中盘发生这种比较混乱的战斗 然后对手出现了破绽 有一定机会的时候呢 陀嘉西就像一只这个狮子一样 咬住了这个猎物 他不会松口 咬住就不松口 这手气很紧凑啊 我们看上去 他走过来以后 我们看上去觉得很好啊 但是可能很多气 这种感觉可能是长一个 要不然就好了 这个长就是坏气 以后再冲的话 飞棋就不一定打 可以退啊 对冲可能就退了 那这个挖呢 就是逼的黑气 没有任何退步 紧紧的 这个黑气没办法 对必须要打去 然后摘下 然后后面这个漆黑气 下的也有点 有点小艰难 现在这个地方是有断点 对这地方是有断 要不断 要不断 可是呢 怎么补 其实还是挺有学问的 那就简单虎一个呢 虎一个啊 又显得有点太单纯了 虎的话是不是对手 还能顺手刺你去 你点的话 这个拐还是先手 这是不是不太舒服 就它不刺 它直接直接飞过来 这个感觉也是 不知道 但是这个虎呢 确实是本手 我刚才想 是不是并一个会好一点 反正这个 并一个我这边不是 也有这种点吗 难以两全 确实这棋有点难过 这样点一个 嗯 现在点它 它到底肯定会压出反击 它也不会轻松的从里面挡 但是这个病呢 确实也不能说形状特别的好 嗯 但是这个棋不补又又很 又有断 这时候我觉得 陈阳也有点纠结了 陈阳也有点纠结了 它单纯的补呢 确实心情不太愉快 嗯 就说明前面有问题 前面有问题 你刚才看到了 就是他们两个在这盘棋之前 上一次的对局 是什么时候有影响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大成九妹 那是一个快棋赛 对 在此之前 他们就是交手的很少了 是吧 对 他们两个人很少交手 虽然是队友 但是很少能碰上 对 我觉得陈阳也呢 可能对陀佳琪 这一系列的手段 缺乏准备 白棋这下的确实很好 陈阳也呢 实际上 他是一个 就是 他们俩都是一样啊 就是 特别的自信 对形势判断啊 对这个 自己的这个 对胜利的渴望啊 就特别的 强大自信的这么一个棋手 所以呢 一开始 像这种还手 应该也是跟这种自信的情绪 多少有一些关系 现在呢 像这种地方的补断 对于陈阳也来说 确实有点难以容忍 所以他选择的是这个靠 希望通过进攻去补断 但是这手棋 从后来的效果来看呢 你也很难说是划算的 很难说 所以这个时候我确实不知道 怎么样去 去帮黑棋去想这个办法 因为这个靠 这种地方呢 我打个比方说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嗯 黑棋的拳头缩回来 然后剑搭在弓上 是准备射出去的 但这种拳头和剑呢 拳头不能轻易打出 剑也不能轻易射出 这个时候对于黑棋来说 白棋这个地方确实有弱点 这里有断点 这里有断点 但这个断点呢 不能轻易的去动手 一旦动手的话呢 很可能 原来有的这个威慑力啊 反而变得没有了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那个剑如果一直搭在弓上啊 对手是多少要提防呢 对他始终在担心着 对这个威慑力啊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 对 如果你这个剑 对你这个剑射出去了之后呢 你对手就不害怕你了 对 而且呢 你除非这一剑已经是有了目的 就是一剑射中以后 收获非常大 这还可以 现在黑棋现在 着急打出这样的一拳 射出这样的一剑啊 从后来的结果看 没有明确的收获 甚至还不如对手的收获大 这个棋就有问题了 所以 所以从后来结果看 我觉得黑棋还是冷静 先补一个算 补一个 黑棋的话暂时先不动 对 如果黑棋 如果白棋飞的话呢 白棋 白棋飞的话呢 黑棋考虑做这句话 兼充一下啊 这个中央棋棋就先搁在这 黑棋反正也很厚 白棋也动不了 黑棋什么 大家呢 就先搁在这 看以后谁把这个局面 能处理的更好 因为毕竟从实力上来说 黑棋还不落后 虽然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 也算是处理的很理想啊 很理想 但是毕竟黑棋在这边 走了两个子 中央又走后了 这边的空也还不错 对 还是捞了一些木 对 对 这棋 如果真像这样的话 应该说离胜负总是还早 还早 后来白 后来黑棋这地方下的 有点小问题 嗯 他直接去靠断 对 这个靠断呢 就是 太着急了 但其实啊 有的时候吧 我们这个棋友啊 还真的挺怕这种的 虽然您现在说 他不是好气 比如说我们会想的很多 就想 他是想 防这个断点 嗯 然后去 怎么 来 来破解他的意图 对 当然这个靠 白棋就很简单 就把它吃了就可以了 现在好像也 是不是也 没得选择 对 因为这条交通线呢 对于双方来说 都特别重要 如果你不走 黑棋再走一手气的话 你马上要补这个断点了 这条交通线 是断然不可能 让黑棋连上的 嗯 白棋实际上之所以有这个弱点呢 也就是因为白棋这条交通线的这个稳固的程度呢 还不够 那黑棋不应该着急冲击 黑棋实战一冲击呢 必然会下转点 这是必然的 白棋也没得选择 那黑棋就打出来 嗯 那这样似乎看着 黑棋把白棋这个姿态冲开了也还行 但是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啊 没有解决 关键的往都没有解决 就是这个断点 现在黑棋这连了一条就把这条交通线给连回来了收获确实有 但是这个过点还是存在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这个挖竿的厉害了 这一段黑棋不好办 非常的不好办 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别的下方 只能把这个三个子连回来 打吃这个不是骑行 打吃这个还要补啊 打吃这个也不行 打吃这个一长 你再冲人家直接一挖 你这个地方是进不来的 全死进来了 嗯 这也不行 所以他实战这个双就变成唯一的选择了 对 那么最厉害的一点在于哪呢 就是双完以后白棋一长 黑棋可以顶到这 对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关键还能长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刚开始我看棋谱的时候 我以为白棋只能去捞实实补断的 这样黑棋能搬了贴过来 黑棋如果能下上这样的话 搬再压再走再压 如果能下上这样的话呢 控制中央的这个面啊 黑棋形势还不错 但是这点确实 头家棋下了以后呢 才发现 这地方断居然可以不补 是活棋 对 这里边是活棋 哇 这个棋 那黑棋最大大的失算了 我们看啊 如果黑棋断的话 会像什么样呢 白棋打吃一个 那他必须要粘上 这个打吃也很简手 嗯 那这个棋其实也是鲜手 你还是要补 或者他先挤这个也是鲜手 这里边你要补断 哦 然后再挤这个 再挤这个还是鲜手 对 然后这个就已经明显活棋 我在那儿就明显是活棋的 怎么都是活棋 嗯 活棋你断掉 它就没太大意义 而且断的时候 还把自己的气都撞紧了 以后人家连这个肩都是鲜手 这个棋 等于断是没有的 是不成立的 哦 所以说这个被白棋尝到这儿 黑棋的这个局面就有点 太辛苦了 难了 太辛苦 因为黑棋毕竟一开始还是 从这个点方开始 还是摆出的是一副进攻的架势 对 现在呢 被白棋尝到这儿 我们看黑棋下的其实全是单关 是吧 黑棋虽然从这儿连坏了 但是实际上还是单关 尤其这个地方以后 人家尝完了以后啊 点 这味道非常的不好 对局部是有味道的 或者这种靠 这地方的味道呢 是黑棋的一块心病 嗯 对 感觉呢 这几种攻击下来啊 不仅没攻着东西呢 反而让白棋成了一个外事 对 这子被切下来以后 这边白棋有很大的潜力 嗯 应该说 有问题 是 接下来的黑棋啊 恐怕要加把油了 因为这个前半盘啊 下的真的是不太理想 是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来看一下 他们后半盘会进行成什么样 好 欢迎回来 下面呢 我们看看陈耀业在后半盘中 能不能拼搏出一片光明的景象 嗯 这期总之来说 有点难了 有点难 嗯 整体来说 黑棋下的全是单关啊 白棋这个长 那个方向太太棒了 这长完了以后 整个这个半盘 全都是白棋的变成 白棋的实力范围了 黑棋基本上没有收获 嗯 所以这时候确实 我们在回溯啊 确实这手棋 严重的问题 有点缓 看似必然的一手 看似必然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看似 不靠谱 跳起来 跳 然后这时候白棋补一个 这手棋很冷静 让人佩服 对啊 刚才您说这个地方 没有断点啊 那为什么白棋还要补呢 对 这手棋就是典型的后中间 其实我们刚才注意一下 那个形状的一个定型啊 如果是下腾 真的下腾这样形状的 首先这个挤 是里和外的交换 是不开心的 很痛苦的一手 而且也得顶 你还得挤 对这个挤呢 也是里和外的交换 然后你还得做活 嗯 以后人家顶完了以后 这个吃过 其实杜牧鼠还是相当大的 嗯 就算白棋可能顶这个好一点 就挤完了以后 可能顶这个好一点 就这样做以这样好一点 但以后黑棋就算这么立一下 还得团 对 这整体的收速 怎么说呢 整体的收速 虽然白棋没有生死问题 但是这手棋价值还是很大 一下黑棋就变厚了 嗯 哎 所以呢 这就是他为什么活棋自补的 这么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是活棋 但他还是补了一个 关键他补完了之后呢 这个没打势 补完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黑棋自己的弱点啊 要体现出来了 刚才我自己不活 没办法吗 我要卖啊卖啊 不停的卖 所以现在我补厚了之后啊 以后比如说这种 靠一个 靠你等你粘的时候 再下粒 再断 这个手段应该就有存在了 嗯 这个黑棋也不可不防 那就是说黑棋也还要补一手了 对 实际上这个黑棋也要补一个 哎 这样子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交换 如果是看成这样交换的话呢 那确实可以得出肯定的 打结论啊 就是黑棋这地方的 这个战斗呢 是明显失败了 嗯 来正乖 重要的 天王山 白棋优势 对手白棋优势 一个战役下来 白棋确定的优势 是 黑棋走的都是单关 嗯 然后白棋最起码走在外面还对上面的情绪有帮助 是的 嗯 现在这个黑棋呢就是 要倾销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让这个形势变得 接近 接近 那就要鼠目了吧 对 我们可以在这判断一下 这期我也没好好地判断 这个局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局部黑棋十目多一点 嗯 以后算我虎了 半瞻啊 这一二三五六七 这个十目 二十 这边也有十目 三十目 三十 三十目这边如果全是木呢 一十十七 这可能二十目也有了 那五十 五十目 白棋这边零七八四的呢 应该有十目去左右 嗯 有十目去左右 这个地方如果就算二度空 有二十五目 二十五目 三十五 三十五目 就是说 如果现在光点十空 黑棋盘面十五目 然后轮到黑棋下 可是现在就是 白棋中央的这个潜力的价值啊 如果白棋这个潜力的价值 有八目棋 这棋就是细棋 嗯 我看现在这个八目棋 什么也不止 而且这个地方给 因为白棋很厚嘛 给白棋点十目 时间多少 点少了一点 以后白棋非挡住交换 这棋应该十目也是要偏强的 对 所以虽然实控上 黑棋并不落后 甚至还有一点点优势 但综合这个后卫的什么 价值来判断 还是白棋形式是不错的 这点 棋友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判断形式的时候 不能光点木 那除了判断木数之外 是不是还得判断厚薄 潜力 是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现在黑棋不正好下 对 他就先从这边来 我们看陈阳叶怎么寻找头绪啊 陈阳叶靠完了以后去扭断 哎 这时候其实有点觉得 我还真的是下这么多年鞋 还真的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定型方法 靠了断 嗯 这靠断挺神的 靠断是什么意思 对啊 什么意思呢 如果白棋只需这样打吃呢 白棋这个打吃 估计他就转了 他就胡打一下 看你接还是提 我提的 因为你提的话 那这个冲下来价值很大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地方已经有收获了 黑棋现在如果即刻冲进来的话 那这手棋 起码收获二十分期的价值 那我再围一个呢 这边 哎 我再围一个 这个就是要碰断 嗯 或者说他这边就先不走 他这边先从这边来 请敲请敲你 看你围不围 你如果围的话 你就肯定是后手 然后再冲下来 哎 这边毕竟 黑棋从来不想从这边打路的事了 啊 所以在这个局部 黑棋这几手棋 显然是便宜的 不可能是亏的 哎 如果白棋这么硬 着重于围这边的空 那么黑棋可能就不掉深了 就掉浅一点就算了 哎 这我估计是黑棋的一个 一个策略吧 看看这边白棋能给他多少便宜 他在选择这边倾销的程度 对 因为黑棋可能除了这个靠段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旗下 但是现在直接虎的话 白棋肯定打上面了 嗯 这跟刚才大 那个差别太大了 你现在如果接人家立起来 纽约老东西 因为这时候冲的话呢 人家急过来 那跟刚才那个图相比 还是差别很大的 对 上面的木树就差一把了 差很多很多 但这个扭段呢 有这个意思 扭段 白棋 那看来白棋 确实也不是很好 白棋打这个也不好 打这个人家接上完了以后 一吃一吃就把这个吃回来了 这样的话 显然也不太满意 嗯 实际上我看投家机这个单力 倒是最强的 这个单力 我让黑棋便宜 这个单力太厉害了 单力的话 你说他不怕这个翻吃出来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有点害怕了 站上 对 这个翻吃出来 他真的不怕吗 白棋吃这个 那只能在这边 想办法活出来了 我觉得碰一碰 加一加 这一活出来 应该没问题 贴一下是先手 就算加一个 或者逼这个 应该这个棋 都能走出头绪来 黑棋为什么也没有翻吃出来呢 这个局面下 他在 他们两个在思考什么呢 如果能知道就好 他们俩有默契 嗯 但是这个力呢 不可否认是最抢手 我觉得在这个局部 是最抢手 但是至于黑棋 翻吃出来之后 白棋准备怎么应付 这个 因为他实战没有这么下 我们这个问题 恐怕也很难有答案 那我觉得 莫非成样也可能觉得 形势还没有到 特别悲观的程度啊 如果到了的话 我想他可能 就会选择这种翻吃出来 来一拼胜处了 他就是对于形势的判断 就是没有那么差 不用拼命 他一向是偏乐观 对翻吃出来 我觉得白棋应该 只有走这个吧 因为你不管走什么 人家下一手一唬 一肩膀 你就出不来了 这就越来越危险了 就 嗯 他也没有走 没有走 他这时候留下来 从头绪以后呢 就掉这个 掉这个 这时候当然 就不肯走在这儿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黑棋并没有得到 味道很浓啊 对 黑棋并没有得到 像刚才那样的一个便宜 所以你现在走这个 让人家违空的话呢 就全都把空送给白棋了 这个黑棋现在是不满的 现在他就要掉深一点了 对 而且确实这边的这个味道 白棋不得不防 嗯 对 现在白棋当然要防 当时没这个紫 直接翻吃出来 我觉得这个棋都挺看不清的 现在有了这个 那下一手区 简直就是命令 就必然的 就是必然的了 白棋要补 白棋 对 但是这样的话 黑棋让白棋在这补啊 白棋这种价值还是有的 还是很厚实的 嗯 可能我觉得啊 嗯 由于这个陈阳业 他形势判断一向天道观 就是他并没有 他可能真的没有觉得 形势悲观到这个程度 哦 所以 陈阳业是乐观派 对乐观派 其实判断一向乐观派 现在跳进来 跳进来 白棋要防守 对 这样的话 黑棋确实也破了白棋一些空 但是这边呢 白棋连走两手 应该说黑棋也 价值也很大 对 黑棋也不是很满意 其实 白棋现在 剪完了以后 黑棋飞这个 所以这棋 你说他不敢下去是吗 这跳下去还是很 还是 我觉得还是 形势判断的问题吧 这跳完了以后 因为下一手一打吃 你一提我一压你一走我一顶住 这局部做出眼味来不是一件难事 白棋如果他怕的话 如果强行吃的话 对如果强行吃的话 这个棋 对于黑棋来说 做活这块棋应该不是特别难 是 现在就他顶一个 这个棋 白棋要想杀黑棋 很辛苦很辛苦 黑棋的眼味很丰富的 确实 但也看上去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一目了然吃的 对 我觉得陈昌夜这地方 可能形势判断还是偏乐观 他实在这个飞呢 这个飞有点缓 有点缓 没有 没有把白棋的控给破掉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控 如果围住的话 黑棋在实地上的收获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 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进程 白棋从这边点一个 点一个 点一个也是防着这边 然后黑棋搭 搭白棋退 也是看着上面的味道 然后这时候其实还是有机会跳下去 然后他现在顶 黑棋下的很稳健 白棋走到这两手棋 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个子跑不出来了 这个子的所有的借用 全都被消除掉了 然后这边先定型 这个局部的定型 定的也很愉快 跳进来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这一系列的搜刮是白棋的权利 挡住 然后再挡 黑棋挡 这个没办法 以后白棋这个跳应该还是先手 然后飞 白棋在飞 对 这个时候 因为白棋现在也不能够轻易地去手控 现在手控的话 这个地方被白棋搭 被黑棋搭住 黑棋也有一些潜力 黑棋也有一些收获 所以白棋这个下法还是非常的积极 飞一下 跟你这个做个交换 然后再跳一个 先住 对 如果不走的话 这地方搭下来再长 黑棋这边要受到一些损失 这个尖还是很大 交换完了以后 黑棋很厚了 黑棋已经没有危险了 白棋再回过头来监住这个 监住这个 这一手其实是核心的 很关键的一手 监住之后 白棋的控并没有太多的减少 同时这个子也跑不出来了 我们看这个子如果跑不出来的话 白棋 那总体的目数 刚才黑棋是50目 对 刚才我们就给白棋点了25目去 是吧 现在呢 有点变化 黑棋的50目 这边 黑棋50目稍微少了一点 那这边可能多了一点 这边不止20目了 黑棋整体来说应该差不多 这就算28目 这个现在应该22目 足足50目的数也没问题 还是50 可是白棋建造造以后 这块棋远远不止25目了 这块棋12 这块棋已经有36 7目了 加上周围的 对 所以白棋的木数 这时候已经有点超出了 有点反超了 等于白棋刚才的后事 在这个进攻的过程中呢 已经逐步逐步很自然的 这个转化成了木 我最近呢 也是听到一个 一个很我们很好的业余其友啊 他讲了一个论调 他说他认为啊 这个所有的木数都不是围出来的 那是 我们教过这个木不能是围出来 得在别人的帮助下围出来 对 自己一手棋一手棋去硬去围空呢 这样围的空啊 第一不会很大 第二效率也不会很高 对 因为所有的这个效率很高的空呢 都一定是要靠进攻的过程中 来借着攻击的收获 或者顺其自然的这个步调呢 围出来的 我们看白棋其实就是这样 白棋每一手棋成这个进攻 这种进攻 进攻完了以后 回过头来再收获这个 自己实际的木数啊 这时候 感觉上黑棋有点艰难了 对啊 如果是一手棋一手棋围的话 你看就是这样围才能 多少个子才能围出 那么实木棋啊 是 是这时候白棋的木数要领先 而且白棋的木数一旦领先的话呢 最对黑棋来说 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白棋还厚 黑棋后半盘要想通过关子去追击呢 还有点困难 对 就越来越难 这时候 可能陈瑤雁会有点后悔吧 我觉得陈瑤雁前面呢 有一次棋 但这个跳还是非常关键的 他前面应该是有机会跳下去的 包括甚至于包括这个白棋飞的时候 黑棋敢不敢这么跳下去 这是值得拼搏的 为什么白棋飞 黑棋要贴这个呢 其实这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 那莫非他怕白棋在这边靠一靠 就没有可能 就算带多别的景色 你这地方也不好封 不要忘了 黑棋这地方毕竟都是铁厚铁厚 铁厚 对 而且本身那个局部以后 打完了贴了顶住 这个局部 这个棋要是说会死 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有力量 能把这块黑棋吃掉 但像这个头本身就不好封了 你这边就再给你走个线手 再给你走个线手 这棋要想封住 要想封住黑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件 我觉得陈耀夜的判断 可能太乐观了一点 太乐观了一点 就是觉得目数多 对实际上这个局部战斗之后呢 黑棋的形势 无论如何谈不上好了 但你要说输呢也还早 确实没输 但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是以一种拼搏的态度 来下后半盘 但我从陈耀夜的这几手棋看呢 似乎还没有 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觉得形势这么恶劣 对 这个棋是一定要争的 这手棋价值将近20目 一定要争 而且走完了以后 不仅20目 对黑棋 对白棋的这个厚薄呢 还是有一定影响 所以就压 这棋 陈耀夜这盘棋 我觉得不太发挥 他的那种斗士的这种本色啊 没看出来 我觉得看他跟崔德汉下的一盘棋 下的都非常的精彩和凶悍 这盘棋没看出来 对啊 所以说让崔德汉评价 中国最厉害的棋手是谁 他说是陈耀夜 他毫不犹豫一块选择 毕竟一个人连一个他四盘棋 这个世界上可能也也不多 对他对这个崔德汉的胜率是超高的 对对 你知道第二个高的是谁吗 王老师莫非是你 我经常跟他开玩笑 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输给过崔德汉的人 我觉得因为他翻盘 但是只有一盘是正式比赛 另外两盘棋都是那个交流赛 然后崔德汉现在很怕 他说很怕我提起这件事 确实 对他胜率百分之百的 我想太少了 对我跟崔德汉现在是队友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05年 而不是你09年 就是赢了一项号 拿了那个英识杯冠军之后 我说第一开心的肯定是你 第二开心的就是我 因为我有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吹嘘的影 有意思 这件事情想起来都很令人开心 是 然后白起跳这个 黑旗爬 白旗跳 对 因为白旗这个出头还是有必要 黑旗将来这个冲了顶 是先手 这有一个靠段 也就是说 如果这边白旗不能够寻找出一条路的话 这个靠段是需要防守的 是需要防的 所以他现在往外跳 也是 一方面是为了给黑旗增加一些味道 一方面也是 让自己变得更厚实一点 这手爬的大家都知道 15目价值 这手跳呢 可能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木树价值 但是这个也是很厚的一手气 木树并不仅仅是数在二五三路上 那种地叫木树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体验出木树 比如说这手跳一个 那对于这边有没有想法 有想法 这种 我觉得黑旗可能低估了这地方的问题 这时候黑旗这个挡 我真的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挡 这挡不可能是先手啊 这个挡 这个价值很小 就是贴一个要吃三个嘛 对 以后白旗想防很容易防 白旗防在这的话 你其实还得走起 这有冲断啊 这贴 这个吃也不是很大 但加上前行业可能忽略了这个地方的味道 非常的严重 就是啊 然后我发现感觉还行吗 他真走这儿了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点呢 确实是拖家西拖老啊 超强的地方 其实我在看到这首棋之前 我还没有沉莹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空已经很厚了 我敢想 但是不一定敢下得起反正 比赛的时候确实要下需要勇气 是人家下的话我怕 但是呢 人家不走的话 我在想 我其实 如果我是白旗 我下这首棋 我特别想告诉他 这有棋啊 这有空啊 对 你赶快补 那我就安心了 这时候对手如果 这时候对手如果善解人意 总事的话 补一个 算了 你宽敬宽敬他也就算了 对 他对手他偏偏是个愣头青 他就不补的话 你是不是敢来 你也不知道 我也怕 因为我毕竟碰进去 这能不能活 我也不知道 我心里没底 对 这个碰呢 很厉害 确实越厉害越厉害 觉得拖老的气 真的是又进步了 怎么看上去 又进步了 对 因为往往上这种一手 其实像这个是内功 像这种跳呢 就是如果用武林高手来形容的话 这个跳练的是内功 就是你补 我用我的威慑力 威胁你补了 那我这种 对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我连了 如果你不补的话呢 我的内功啊 就要转化成这个硬气功 就要用拳头来体现出来了 对我要跟你拼了 对像这种收发自如之间啊 不是很高的水平 你根本做不到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虽然好笑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例子 第一 别人下了以后 你会被对手威慑的 你肯定有点害怕 但是你下的话 你出的话 你能不能下到这儿 你又不太敢 你也怕对手不理我 有没有这个硬气功 来支撑我这个 这就是说 跟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你有威慑力 威慑力的基础是什么呢 你拳头得硬 你拳头没硬 你光练嘴头功夫 你吓唬别人 那是不行的 确实 权商业可能 可能他也觉得补无可补了 是吧 如果再补的话 这起等于认输了 是吗 这东西价值也不是很大 关键是 你要说拼一下的话 什么拼到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这个价值不是很大 那这关键是就是看这儿 这起就变成受复处了 对 其实我觉得 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时候白骑行驶 其实并不差 不是说行驶不好的 行驶不好的人呢 行驶不好的时候 所有的骑驶都会 对 就拼呗 什么都敢下 什么都敢下 这个都光脚了 还怕什么呀 对 关键这时候 佗佳西它行驶并不错 并不差 行驶很不错 那还是敢使于这种 还是敢使出这种招式 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嗯 我们来看看啊 看他怎么硬 对 突然间这个局面呢 就由 这这盘棋 到目前为止 没发生过什么 特别短兵相接的这种作战 唯一的战斗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战斗呢 有点像双方打太极拳的战斗 对 就是你一掌 我一掌 差不多 谁也没挨到 我一个推手 把你推了这个 捏起来两下 我就占便宜了 有点像这样 但是呢 显然输的一方 就是这个战斗输的一方 也没有受到什么致命的打击 对 包括从这个陈阳业后面的招法来看 他可能还觉得自己还不错呢 这个棋 但我觉得这个判断确实有点问题啊 那这个地方的战斗呢 就是 真正的短兵相接了 白刃战了 就是刺刀见红啊 如果白棋这个字 如果白棋这个字走不出来什么东西 就这么被黑棋干掉的话 那我们夸半天全是白夸 这棋就说明 头脑不灵 你看看这个地方 现在是扭断 这个段 都说扭失 黑棋这个班是唯一一手戏吗 今天是 如果长的话 白棋叫小尖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班是唯一的一手戏 那么扭断 如果不扭断的话 就这么长了班 是不是活不了呢 这个我们要 那解答一下 班退 如果 如果飞的话 那就啊 那确实活不了 很简单 冲了一尖 就已经活不了了 哦 这里面太窄了 太窄了 所以说呢 班的时候这个扭断 也是唯一的一手戏 只此一手 这时候我发现 各种格言不灵嘛 说扭失字长一方 我想无论是这么长 还是这么长都不行啊 都不灵啊 等待这么长 我就打了接就不行了 出奇了 这么长呢 这子被割下来了 肯定不行 我就觉得打了档就完了 好像 所以说这个棋要变通嘛 也不能都是 被这个围棋格言 对 看来得打了 这棋 黑棋还真的是挺难应 还真的是挺难应的 他只有打这个 只有他实战的一种 他只有打这个 这个长 这个长都不行 打这个也不行 打这个人家长完了以后 再打出奇了 对 打这个呢 打这个就太软了 打这个黑棋 黑棋打这个白棋 怎么走的便宜了 其实 是已经被立了 是吧 已经被立了 白棋就算打了 打了打上来也很厉害 白棋就算打了打上来 这个局部太厚了 白棋太厚了 黑棋也很难 与白棋争斗 嗯 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也找不到白棋 也找不到白棋什么特别多的明显的捷裁 但是这个捷 白棋很轻 所以这样也也很难 所以说这么看来 似乎是只有实战的这种防守的方法 对啊 这个段只能打这个 然后再冲 冲 白棋就挡住 挡住 然后打吃 很俗啊 很俗啊 这一下为什么要打吃掉 是不是有绝对的必要 再打这个 这一下呢 打吃 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直接打 不会是怕白棋上黑棋提 不可能 这个打吃我没看懂 打吃 打吃 嗯 就算黑棋提 然后他再打吃 打吃 再沾上 嗯 这个提掉以后 对这边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 那样如果不可能的话 确实可以保留 他这 这一下我确实没看明白 可能陈阳叶 我觉得 可能这地方他也有无算 我觉得 从后来的进程来看呢 可能 可能陈阳叶 以为这样就交代了 就这样走两手棋 就差不多 没什么棋了 就下俩 对没想到陈阳叶 后面还有手段 这个棋 就是不依不饶 我刚才说了 陈阳叶 就是 见到 咬到猎物的机会了以后 就不依不饶 长 走这个 还要在这出棋 嗯 可能 可能陈阳叶在这 估计不足 他觉得这棋 走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对啊 他觉得我这有好手力 嗯 力 但是白棋这个跳也是好手 白棋这个跳也是好手 如果不力呢 如果不力 实际上 比如说就这个 哦 这样 如果你不管你走什么 他这一提 是吧 下一手一爬要活 对 你走这个 这个我要靠着 这样一靠 你一走再 怎么在一起 再一弯 这地方 加上顶这个是先手 嗯 他确实是有点气 所以他只有力 所以他只有力 他这个地方下发只有力 力的话 被人一跳 被人一跳 嗯 被跳厉害 被跳一会儿 抓住 抓住 抓住问题了 黑棋的这个头都大了 出问题了 这时候不好下 如果你现在单纯走的话 他他再爬到这 这鞋就算能吃 我看也是一个大受气 至于谁气场都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了 就是你看这个 嗯 白棋还把这一下子 也尖掉 对 就是这个尖顶 黑棋力是没办法 黑棋奉奥会 不忘 我跟班达诈木树 就大败了 那就证明白棋 已经看清了 这里的这个味道 对 我们看黑棋这时候 怎么防守啊 黑棋只有冲断 只有冲断 再断 对 这个冲断还真的是 局部的好奇 但是这个时候 确实也不太灵 还得力 还得力 对 现在如果黑白棋吃的话 黑棋就打湿的扑进来 这个还行 嗯 这个还行 但是白棋这一接 黑棋麻烦了 这个局部受到严重打击 那不是只能吃吗 只能吃 现在只能吃 然后你走别的 人家一吃 白棋就全都活在里面了 只能吃 然后白棋挖这个 我那这样的话 这不是白棋这个就通了吗 出大问题了 这个棋呢 等于 这块是黑棋的基本控 被白棋打穿了 而且呢 黑棋搞得没有抵抗之力 黑棋现在只有吃 那他就恰吃 白棋恰吃 黑棋也只有提 哇 再打吃 对再打吃 你这算提的四个字啊 但你注意没有 你提四个字吃 你自己有四个字 是在依我 对这种提四个字 其实没什么太多字好的 嗯 然后白棋现在提结 而且本来就是黑棋的空 这个提结 黑棋没有合适的解采 黑棋没有合适的解采 这个提过来全死了 所以他只能把这个班长解采 这个 白棋提过来 白棋提过来 这个中央的幕术收获很大 只有在长 白棋收获很大 应该像成这样的话 胜负的悬念就越来越少了 白棋弯这个还是先手 白棋弯这个 刚才你这个 黑棋这个挡也是 所谓的先手 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现在还在不断 然后再挡住 这一系列的战斗 黑棋打损 黑棋损失非常惨重 刚才这地方我们给他点了24-25目 现在只有 15 只有20目出头了 加上白棋中央这还有好多目 对啊 这个也被打穿了 嗯 这棋 损失差 对 这棋黑棋应该是 应该是不太行了 嗯 把棋 黑棋打这个 这个当时也很大 要不然被虎了半毡 两头都是半毡 嗯 很大 往中间点一个 嗯 点 黑棋还不愿意 往老师是接上 那黑棋 我看实战靠的这些手 其实也 也很难盘得上便宜 他接上已经心情 很郁闷了 说这个 这个 早晚还是要补回去 嗯 反 走 一样 在这边 对在这边走单关 对一样一样 看着差不多 从这边走单关 和这边走单关 难说哪个价值大 然后 白棋先手挤一下 挤一下 这地方连得很安全 对 这时候黑棋木数应该不够了 现在 现在这两个25目 33 48 54目吧 53 53 4目 这 这个就已经 应该是40目了 就输不少了 这时候 那确实 那本来是 黑棋的空 现在被白棋打穿了 然后白棋 还有什么 白棋这个已经40目了 加上这也有10级目 现在盘面胜速了 这时候黑棋 黑棋明显输了 看来这个靠 是一举 这地方 陀佛加西 陀佛老提前出的这个计算力非常强大 有点让人钦佩 真的非常强大 这些地方 那黑棋确实也补无可补 但是关键 它在优势情况下感觉这么出招 这个有点亮剑精神啊 这确实厉害 算好了吗 不是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吗 我想一开始说就是这种吧 对 但是关键我 这还是需要勇气啊 因为它平稳的下 它形式并不差 这还是需要勇气 现在应该这个是 小强陀佛业最后一波 想是 对 去白棋团住 唱旗杯是岩石制的是吗 对 岩石发展制没有多秒 没有多秒 也就是说 不存在什么这个 需要岩石打尖的这种关系 对 比如说那木树不够了以后呢 它就是盯着算就行了 盯着算看有没有 有没有逆转的机会 那现在看来白棋太厚了 唯一 现在唯一呢 也是黑棋正在动脑筋的 就是这个地方 看能不能够知道出点味道来 如果 如果黑棋就是这么普通的接手 让白棋这么吃回来 这全是木 这黑棋盘面能力就不错了 这地方损失太大了 然后 我们看黑棋 是不是就要 在里面 去套一下 白棋吃这个 这时候头脑肯定已经看不懂了 应该也能理解 就是作为 作为头脑来说呢 知道对手想干什么 那头脑的棋确实很凶 有点不给面子 我觉得从这手棋啊 冲一下之后 从这手棋可以看出 头脑确实有点不给面子 走这个的时候呢 实际上以现在白棋形势 这个优势的程度啊 就吃回去算了 白棋吃回去 这个棋铁赢 黑棋冲 白棋就虎 打吃就接上 对 黑棋无非就是这儿 多一木棋 这时候白棋真的不差这一木棋了 白棋肯定赢了 肯定赢了 但是呢 这时候我们从这手棋看呢 白棋居然要冲这个 居然要冲这个 就是把这一木棋都要冲掉 冲回去以后再吃回来 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 需要计算啊 他已经赢了 已经这个都没有关子了 肯定赢了 赢多了 对 作为好多棋手就觉得没有这必要了 没有必要 但是呢 在三番胜负里啊 因为这个是 是三番胜负吗 对 三番胜负 在三番胜负的这个第一局里呢 不仅要赢棋 还要赢一种信念 赢一种气势 腿大棋现在下的呢 就不是单纯的这个 一木棋的胜负 不是这一盘棋的胜负 下的是这个冠军 对 他赢的是要这个冠军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一木棋绝对不能让 就是气势上要压倒对方 他赢了这盘棋 在气势上同时还要赢你下一盘 但是这个就是 他真的厉害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怎么走这个也算 就算 先赢一盘再说 那这个冲的话呢 这个冲的话 确实黑棋 反正这时候 只有死马当活马一了 现在再粘回去呢 那这事连气势也输掉了 冲这个 断 就拐回来 现在逼的黑棋没办法 逼的黑棋只有走这个 已经没有退步了 只有走这个 不对的话 就是看这里面有没有气 那白棋也只能断了 对 实际上白棋现在冒的风险是有的呀 这棋如果有棋的话 那马上就逆转了 那白棋肯定看轻了 我觉得冲之前 肯定必须给它看轻 厉害 说明计算力也很强 说明这个地方计算力也很强 因为我们在白棋手棋 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让你一眼就全都能看到 就它在冲之前 它一定还是要深深的计算一下 它计算完以后要冲这个 太狠了 对 黑棋这时候要想搏棋呢 只有虎 只有虎 所以你如果挡的话 人家掐打完了爬过来 直接就没有提了 对 提也不行 提的话人家一跳点也是要点 所以黑棋只有虎 那大家虎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斑是关键的一手 你只有冲 我这时候我们看啊 都挂 打吃 这个都是一本道 以后黑棋这个打吃也是先手 黑棋这个靠是好气 这个靠其实是相当有迷惑性的 现在我们看 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吃的吗 这个立志先手 这个立志先手 甚至于将来说做都是先手啊 现在白棋要下跑 比如说黑棋走 白棋走这个黑棋一接 白棋再搬 打吃 马上就变成打结了 对 就出棋了 这棋呢 就是 当然陀佳琪确实 那个陈寅老师说的 陀佳琪肯定已经算到了 肯定是已经算到了 所以呢 对他来说 下一手棋啊 我们也不卖关子了 就对于陀佳琪来说呢 这手棋 意料之中 单立 好棋 这单立的话 局部居然是尽死 对啊 这棋不是尖的以后 是要直接挖着过眼 虽然这个打吃是尖手 但是跟眼位倒是关系不大 那现在白棋尖的话 陈寅老师 你准备走哪儿杀他呢 这你还考我 我怎么觉得很容易呢 我再看看 别上你的档 因为你这个团也是先手 对吧 这一冲 不是决签 不是决签 你冲我还能下哪儿 你可以从这边冲 然后你再 那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可以挤这个 我本来想拐了一挤 这是不是就中招了 你拐了一挤 人家一字眼 不是正好活了 拐了一挤 这样再冲 这样有点味道 这个棋 反正单挤应该是没问题 单挤可以吃掉 黑棋 黑棋当地的时候 黑棋打吃一下就认输了 这个棋 我们的讲解就是 已经很快就结束了 黑棋打吃跟白棋提交换 白棋就中盘胜 黑棋已经认输了 为什么这个棋 确实活不了 你 今天这个是最有迷惑性的 但是白棋单挤在这 单挤在这 很厉害 拐家棋这个冲很厉害 我想起两年前 他赢那一届 长期被冠军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朱瑞扬 他跟朱瑞扬下了第一盘棋 也是 在一个特别没有必要的 结征的地方 要去打半天 要去打半天 而且要便宜对手一目棋 为了那个 其实已经赢了十几目了 他还要便宜对手一目棋 哪怕多浪费一个节菜 也没关系 他这种精神和斗志 确实特别让人佩服 那我听你说这话 怎么感觉这届长期杯 陀佬又有戏了 先赢了一盘棋 现在你要是选择压住的话 那肯定压陀佬的多了 是吧 写程本来差不多 那这盘棋应该说 不过我觉得这盘棋 说实话 陈阳也有点不发挥 而且是非常的不发挥 看不到他的那种 灵动的那种气 也看不到他凶悍的那种表演 这盘棋基本上是 陀佬一个人的表演 陀佬一个人 站不出陀佬 陀佬就是有什么明显的 会输掉这盘棋的机会 陀佬后面不使出这种招 形式也不错 一使出的话 到最后关键时刻 计算又很准 把你侵入了进来的 全杀掉了 这棋实际上也 这盘棋不发挥 陀佬确实压制住了 对手 这盘棋的转折点 是不是就是这手棋插二呢 对 我觉得这是转折点 这手棋如果飞在这的话 形式难受 应该黑棋还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的转折点 从这以后 感觉黑棋好像确实一直 没有发挥出来 对被压制了 对棋不好下 所以说像这种地方 当然也是 让我去下 我也不一定能下的对 我们作为讲解者 也是从后来者的 这个教训的角度来思考 还能看得到 那这手棋确实证明 围棋也很难 围棋也很难 车阳叶也是难免要犯这种错误 总的来说 这盘棋还是名局 我觉得白棋的名局 我们欣赏到这样一盘棋 也是不虚这个下午 陈耀也充当了一个很好的配角 不过明天是长期杯休息日 然后后天再进行第二盘棋的争夺 希望双方都能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给大家仍然奉献出一盘好的对局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